现在我们讲一个新的概念 叫分数 英文叫fraction 分数都是小过一的数 例如一个月饼或蛋糕 切开一半 切开两份 其中一份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英文叫one over two 有时英文会叫one half 有时会叫one half 这个就是把蛋糕切开三份 其中一份 三份内一份 所以叫三份之一 分开三份内一份 英文叫one over three 就是把蛋糕切开三份 取其中一份 所以三份内一份 三份之二 就是三份之二 英文叫two over three 三份之二 或者二分之二 如果做蛋糕切开四份 四个一样大小 取其中一份 这个就是四份之一 分开四份内一份 所以一分之四 一分之四 英文中文是相反的 叫法 通常叫one fourth 一份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是什么意思 分数 就是说 把一份切开几份 叫做分数 有时分数 有时分数 也不一定是整个 可以整一份 例如说 有些问题 例如我们有 四个糖果 吃一块糖 拿其中一半 通常会叫二分之一 一半就是二分之一 那我们再讲一讲 这个分数 这个分数 我们也叫分数 二分之一 这个分数 那我们呢 上了这个数字 就叫分子 分子 另外呢 就叫做numerator 分子 中间这个 我们叫分子 英文就叫fraction line 这就叫分母 符帽的英文是什么呢 叫Denominator 符子、符线和符帽 例如4分之5 4分之5 5分之5 准备 5分之5 锅子、符子、符子、符子和符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